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今天我们文老师他说最近他关到感觉到 用能量的感觉感觉到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真的 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到 然后这一次我想说就类似保气象的方式 那我想说跟各位报告一下 那有关台湾从北到南 那整个能量场的状况这样子 就是北中南东 全部我们台湾岛内的 一些能量的这种磁场 做一个比较要不敢讲说正不正确 因为能量这种真的也看不见 那正不正确也是 就像人家讲自由行政那种感觉 你觉得他就是准他就是准 所以就是由文老师的这个他用能量的方式 来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 北中南东的这个能量磁场 那这一次我大概也是从台北先开始 那我就发觉了一个 因为我之前一直其实也忽略了 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当我们在感觉北部地区的整个能量跟磁场的时候 发觉在那个阳明山的大屯山 就是就是我们的火山点 他那边的整个能量非常非常的棒 文老师那个大屯山还是火火山 以前的新闻是说是死火山 那这两年那个包括经过那个中研院的一个研究员叫林郑宏 他测过确定是火火山 他是火的现在 现在已经确定是因为有在重新证实 对啊对啊 而且每18分钟他就摇一次 18分钟摇一次 现在吗 对 现在就是这样 所以这些资料是有特别去查的 我特别去查了 为什么去查 因为我感觉出来 我就想说去查一下大屯山的火山的状况 然后现在 不只是这个状况 然后在大屯山的地底大概 在20公里的地方 发现一个沿江库 那个沿江库大概有台北的将近1分1的大小 台北横地吗 大概将近一半的大小 这个非常可怕 这个是从那个基隆的那个 龟山岛那边 我们都知道龟山岛那个下面也是一个火山 一直延伸一直延伸 延伸到大屯山 还有七星山的位置 哦 是 所以我们现在图片上看到老师 你可以就这个图片上来做 你是要就这个图片来开始做分析的吗 对对对我想 因为我们刚才我曾经的 我就是从台湾头啊 从台北这边到高雄这边 我大概都做了一些简单的那个测试 可是现在能量比较 比较负面的比较糟糕的部分是在 亚密山的那个大屯山这一块 是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在 台东的外海 台东的外海 对 我还以为台东的外海 大概是因为那个地震的关系 它那个地理的板块大概一直在动 我觉得还包括花莲 就是花莲跟台东的外海 可是 怎么看最严重大概都是 台北的大屯山 最严重 最严重没错对 那那个 其实各位如果有注意的话 大概这一两年 只要是台北的地震 是 大部分都跟大屯山有关 哦 是 而且有很多的住在天武士林的人 就是每一次在地震之前都会听到那个 地鸣的声音 就是来自于大屯山 你说地在叫的声音 对 对 之前有一个 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嗯 还什么 有个 有个几十秒 都甚至到一分钟 你是说会有一种频率吗 对就是类似地鸣或者类似像我们那个众音喇叭的 哦 对 对类似那种地鸣的声音 对 之前都会听到 听着头都发麻了 天哪 不过还好的是 就是说 感觉上有啦 可是还没有那么严重 是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大概在十多年前 就说大屯山那边 就是所谓的五感地震 大概在一级以下的地震 每天大概一百多次 嗯 每天一百多次 五感的啦 那现在好像已经到大概 三百 次左右 那 我在报告的话 就是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有个因素 就是说 他这边 如果每天 就是说我的意思说 如果大屯山这边 每天在一级以上的有感地震 是在 两百次上下的话 一天 一天 嗯 表示说这个火山就已经 差不多已经在 蠢蠢 欲动 这个时候就真正要小心 然后我记得在十多年前嘛 那个时候因为 他那个 每天那个五感地震的频率越来越高的时候 是 那包括中眼院 还有很多大学 就在那个 大屯山不停设了很多的监测仪器 对他测那边的东西 哦 那一转眼也大概十年了 是 只是说 之前是因为他那个五感的频率正高 那现在就是说 很多的地震 越来越感觉是从 大屯山发出来的 那换句话说 我没有吓大家的意思 我现在的意思说 如果你们是住在 天武 市里 淡水 金山 就是我的意思说那个敏感度可能要 那个附近周遭的吗 对 那边下面就是整个的是岩浆库 我说的这块下面几乎整个就是那个岩浆库 如果 不应该还好 我觉得还不至于 可能也许一二十年 不会啦 不会爆发啦 感觉上还没有那么严重 吓人 但是我是觉得说地震倒是有 可能会比较有感觉吧 大家对这种地震 因为我记得在921的时候啊 就是已经二十年前了 921到现在 那也有那时候就有专家学者有讲过说 不知道多久 有可能 还会再发生类似 没错 有可能 但我没有发生 我不曉得 只是说之前有人这样讲过 那就是根据老师讲的这个 那包括我们周遥医院撤出来这个大纹山 这个一个部分 好像有一点点那么巧合 对啊 因为已经20年了嘛 没错 对啊 所以还是要多注意啦 真的要特别小心 真的要特别小心 这样子 对 那当然不是说因为 上一次的那个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大概在 5000年前 就是大土壤的一个地震 然后造成整个台北 形成一个台北 我想大家都还知道这个事情 我不晓得 我不是住台北 哈哈哈 对啊 就是我的意思说大概 不是不是说不会啦 是会啦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竟然已经开始在纯水欲动的时候 就让大家尽量提高警觉啦 所以 所以老师你会觉得 也因为这样大屯山那边会有一个负面磁场吗 对就已经形成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那边负面磁场太多 不要常常去 不不不 那倒还好 那倒还好 对啦 不是要了解一下 如果负面磁场去了 可能如果你的精神状况因为去那里而变差 会变得如果你比较神经质的 如果你的神经质的话 是有 是敏感度的到人的话 到外面就会比较 比较 容易受到他磁场跟能量的影响 对啊 如果说刚好被那负能量结合到 那你又自己没有办法好好去处理 有可能就是会比较容易 歇斯底底或是产生什么负面的情绪 也有可能说 你本来心情并没有很好 然后去到那里的话 就更差了 有没有这个可能 也有 因为他是 但是比较负磁场的地方 对对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阳明山有很多的灵 包括其实 譬如说在红发大学那边 那 竹子湖那边 其实都有很多无形的灵在那边 这样子 是 对啊 所以你会觉得比较 呃 感觉会比较没那么优有 呃 那里观光景点 对啊 其实我之前我记得我还在 中国时报上班的时候 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上去一次到两次 因为我们报社稿在 对 从华路上 可是老师你有 讲过 在那边有一个 能量 蛮好的地方 对就是竹子湖里面 对就是竹子湖里面 而且我们还在那边跟那边的三神沟通 真的很好玩 那个三神就 那时候我们想要离开的时候就请跟三神讲说 我讲他保佑我们 然后他就说 我只能 我的私立范围就在这 保雾不了你 你离不离开这个事 保雾那么远就对了 真的很棒 我觉得我感觉真的很好 这样子 是 对啊对啊 而且我在那边自己也走着走着进入到其他空间 蛤 走进入走去走过三次其他空间 是 是在你讲的那个附近 对就是竹子湖那个地方 而且在那边真的很奇怪 那边的能量场超强也超级好 就说 那边有点像那个三智的无极天原宫 你想要能够待过一个小时 全身 舒畅到不行 你是讲你讲的能量很好的那个地方吗 对对对 就是很多人去拍婚纱的那个 对对对 就是那个地方 一进去有很多那个那个 榕树 松树 松树 然后有的是倒的 对对对 跟倒的很大的 固定每个人拍婚纱的地方 对对对 真的是很棒 真的 我也不是 在那里遇过精灵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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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地方 而且那边的空间有很多空间是重叠的 就是你走这走会走到其他空间去 我是没有 不想走 没有走那么远 没有走那么远 我就看到有精灵在那树旁边 就没有不是很近的 就比较远的 他就在那里跳来跳去 这样好像在玩 什么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 他是一个 透明的形体 然後就是反正你感覺他就是一個精靈 可是有眼睛的 他會跳 就這個地方 這是這兩年的溫暢 這個地方等一下我們再請導播有機會秀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就是竹子湖黑森林 那叫黑森林 就是在那個附近 那我真的覺得去那邊 我們姑且不講能量 但是我覺得他的分多精很棒 而且很奇怪 就在黑森林那一塊 他有很多的那個 感覺就是他的空氣啊 還有那個 整個那種被森林域包圍的那個感覺 而且就在那個黑森林這一塊 你到外面馬路出來以後整個那個氣場就不一樣 又不一樣 而且我懷疑那邊是祭壇 你有古時候嗎 因為那個如果你進去 黑森林直接進去 你左手邊有個坡 你只要往上面走 大概不到10公尺的地方 就會發覺有一些老的 是 真的 我是沒有走那麼進去 因為那天 對 就在這邊地方 然後那個枯木還在 就是 在我這一邊的 這一邊的那個枯木 有沒有 其實現在都還在 因為那個移移不掉 其實很多人會站在附近 也站在那邊 拍照 等等 對 那我看到的精靈 因為這個進去的 左手邊會有一排 類似那種 單槓還是什麼的 就是 左手邊 對 就枯木的這一邊 它有一個好像都有堆疊起來的那種 架子還是什麼 有沒有 有一些 小裝潢 那可能是人家拍婚紗的時候 對 然後 的裡面一點 我是在那邊看到那個精靈 我的感覺是精靈 當然別人看不看得到 我不曉得 因為我們不能怪力亂神 但是 就是說 我覺得 我看到 因為它的確是在跳動 而且它就是在玩 那我有聽 有一點 彷彿聽到那種聲音 不錯不錯 對 這個位子 我為什麼會去呢 就是老師 你去年還前年來上節目的時候 你有講說台北市有幾個磁場 對 這邊很強 這邊很特別 我現在說 因為我沒有空去到南港 我除了南港那個能量公園 我還沒有去 那裡所講的地方 金融火都有去跑了一遍 喔厲害 這邊很有感 真的很有感 我現在偶爾還是未去這樣 是喔 對它 所以老師 可是它也在 它也算是在大屯山 對 就在那邊 可是因為我現在講這個負面能量 不是說它要爆炸之前 負面能量 我現在講的是說 它現在的狀況可能比以前要嚴重一點 這樣子 不需要自己嚇自己 比喻的跳動 多多注意就是了 對 對 而且最重要的話 下面的岩漿庫耳很大 我剛剛講過 幾乎是台北的一半 是 是 其實是有點嚇人 有點嚇人嗎 對 真的是有點嚇人 東部的部分還OK 那我大概去談過 但我還OK 那南部也還可以 是 但你講就是東部的那個外 那南部唯一的問題就是說 大概是在庭東跟高雄的交界處 是 有一些負面的能量 不過這個也不講 稍微再次 就說沒有那麼嚴重的部分就是說 台東跟花蓮的外海 外海的地底可能是因為那個板塊的關係 而且 台東幾乎每個禮拜都會有地震 大概我想應該就是這個意思 其他道都還好 是 那個我們的觀眾說 那個地方很漂亮在哪裡 在那個陽明山的竹子谷 對 那個地方外面其實很多人在賣 賣東西 對 很多那個 假日 對 假日有很多人賣菜 就當地有人 像之前有那個 檢孫有沒有 對 對 對 反正去過那邊問一下那個 黑森林 對 對 對 那邊公車也不但好到 有吧 有公車有吧 但是你可能需要走一小段 哦 那這個地方很多人在拍婚紗 我之前有一次去民視來這邊拍五蝦片 真的嗎 剛好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其實是可以的 它那個景庫我稍微佈置一下 其實是很有那種頂的 沒錯沒錯 但我剛剛是鎖的很方便 這雷樹太多 對啊 那邊是個好地方 對 所以老師你現在還有沒有要補充就是這個什麼能量北中南的這個 剛剛我們看那個地圖有沒有 對 台灣那個地圖的那個表示啊 對 對 那個你有什麼要多做說明 那這次就是以這個禮拜的整個台灣的能量採用說排名第一的 第一就是它的負能量最強的就是我剛剛說的就是亞密山的大屯山 那我第一是說我相信現象局或者相關台灣應該非常清楚這邊的狀況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在台東跟發連的外海 是 對 大概目前來看是這兩個地方 哦 稍微注意一下其他的部分應該都OK 臺灣到現在一切順順利利 順順利利 明天是520了耶 老師 就是就職大禮 真的 每天就有見面 老師突然 講到那個就職 對啊 其實在那個文老師自己的那個臉書啊 他其實發布了很多他對這個社會現象啊 政治方面的看法 其實我覺得是蠻有見解的 沒有啦 因為那個時候 也是狐狸糊塗被人家拉出來選了一次立委 雖然是票很難看啊 那可是我覺得政治嘛 眾人之士嘛 那我覺得還是偶爾關心一下這樣子 是齁 所以明天520大典希望能量還不錯啦 不要發生太多事情 應該還好吧 其實我沒有刻意去 不過有件事情倒還好 就是說之前喔 我們不是在 在總統競選的時候 對啊 總統 我跟各位說 總統前面的那個黑洞 對 已經沒有了 對啊 現在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 會比較OK 你覺得為什麼他們 他就是被消除了 被毀滅 不一定是消除 有的時候是一個任務的完成 大概自然結束了 別說我就是也許他當選了 OK 所以那個 就走了 就沒有那個感覺了 對 就是那個黑洞的狀況就有改善了 沒有那麼嚴重 沒有像當初那麼嚴重 我知道了 那個他們那邊內部聽到我們的節目 所以有變動 是 所以把它改善 是啊 今天文老師講這個北中南的能量磁場分析 之後呢 要跟我們各位觀眾朋友帶來就是居家的一個風水 對 注意的地方 對 因為呢 文老師每一次在我們的節目啊 都會跟我們談談這個風水的能量有關係 包括說財位啦 或是招財物啦 嗯 在風水上面當然有很多什麼事啊 什麼事啊 或是應該要避免的 那今天呢 老師說要多補充一些居家環境呢 在風水上要注意的事情 對對對 那我們先從一般居家的大門開始 那我們一進大門喔 最忌諱是什麼 見到你的廚房 見到你的冰箱 見到你的床鋪 還有見到你的洗手間 哦 門一打開 對 然後這些都是讓你破財的 就是說都會讓你破財啦 對 這樣子的方位是容易讓人家破財 很簡單 我今天門一打開 我就看到你的廚房 嗯 幫你看光光 哦 看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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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浴室也是一樣 看到這洗手間也是一樣 是 可是洗手間是比較 有點觸眉斗的地方 嗯 別人看到 你也看到 那你回家第一個事情就是面對你的時候 那個當然就 你的運勢就會比較差 對 所以說 一定 很簡單 這個外面賣門連大概一條百塊就有 你就裝個門連這些問題就統統解決了 反正就是把他圍起來就對了 對對對 这个就是说我们进门看到的这一步要注意了 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们这门进去 这个套房比较多 就是说你门一开 左手边就是洗手间 往前看就直接看到你的客厅的阳台 这个就整个冲出去了 就是有财进来也直接一步就出去了 也是不容易聚散 所以阳台用门点把门回起来 不是阳台用门点 或者进门那一两公尺的地方你看能不能弄一个书柜或者鱼缸 或者是帘子什么都可以啦 就是说大家进去要歪一下 不要直接就看穿你的阳台 是是是 不要直接就看过去 对对对或者是一下子把你屋子里面全部都看光了 那你所有的隐私也通通没有了 对啊可是这种套房居多啊没办法 套房它就是这么的大小 对啊那我刚刚讲过 就是说你在你那个进门的大概一公尺到两公尺的地方 你强方做一个门链或者是 然后进去的时候不是直接进去稍微要右弯 或者是主观一下你就可以稍微避到这方面的问题 是是是是还有什么要多注意的呢 那还有很多人就说譬如说我今天我搬家 我当时没有很多钱的话我可能是买那个中古屋啊 中古屋的问题比较多 对为什么 因为有很假设基本上我住在这个房子 我住的好的爸我基本上大概都不会卖了 我想要换大 我想要换大我也爸我觉得我房子我住的不错 我可能 让给我儿子 或者是卖给我的很好的亲戚朋友 OK 当你的他价钱又低 然后又 又赶着要卖的时候 这个房子一定有问题 所以说你进去一定要彻底的赶运 怎么赶呢 就是把 屋里面的油漆 装潢 全部油漆重新粉刷 可以可以 可以的话油漆很绵硬 对啦 就大概一两千块可以搞定的时候 而且 有那么便宜吗 你要买好一点的 不要买那个什么东西 没有没有那个会擦啊 看有没漆吗 你是不是我以前漆到什么程度 除了家里面之外 我那时候我住四楼 我们家的一楼到四楼的楼梯 都是我一个漆的 真的啊 花一个礼拜就漆口 是 那个时候漆到有点上瘾 有点疯狂 是疯狂 我的意思就是当你掰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 可以整理究竟要把它整理一下 就更新的一样 可是 有几样东西你一定要去 他的那个 如果讲说他有祖先拿走了 他的祖先祖先桌子 原本的那些位置 对 要把它撤走 一定要撤走 对 还有 很多东西留下 挂在墙上 挂在浴室的镜子 一定要丢掉 别人的吗 你说如果我今天买的 对 一定要丢掉 千万不要留下 然后别人的 这个房子里面的浴室的 浴镜啊 什么 他不会拿走 对 一般不会拿走 这个一定要丢掉 但是最好是丢掉 最好是丢掉 要不然就随便送给谁都好了 就是不要留那些东西啦 反正就是把它撤走换新的 为什么这个镜子这个为什么 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之前有讲过 两个镜子对照的结果就会形成一个鬼了 没错 他一个人衰的时候那个镜子里面就有他衰的那个气在里面 OK 他走了结果你来接这个衰气 反正不管他好不好 反正我就是换就对了 还有神桌一定要换掉 真的一定要换掉 镜子也没多少钱 那神桌我个人觉得是 如果你真的 你有侍奉祖先的话 我觉得真的一定要换 因为那是别人的祖先 对啊 牙龟 不管神卫 什么真的都要 对啦 那个那个是真的要换掉 对啊 那还有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常常 年轻人表达讲 以前我真的也这样子想 就是说我在睡觉的时候在床上卧房 上面开一个天窗 哇 看西空 哇 罗伦地克 不要傻了 现在公寓也不是三十几楼 你怎么知道 没有没有公寓比较难 公寓比较难 可是有一些比较乡下的白衣 他们会有类似弄一个 可是千万不要好不好 那个东西 你说最顶楼也不行吗 最顶楼也不行 通通不行 为什么 因为那是你的卧室 卧室就是要隐秘 OK 当你打开那个东西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人 张开了眼睛 那个东西就是直接商业 哦 而且 那如果我可以开天窗 但是我可以盖起来啊 那就要记得美料 可是你晚上大概有时候就睡着嘛 你看着看着可能就睡着了 你的意思是说 不要早上起床 他还是开着 这个概念 可是 我觉得最好不要有了 我觉得最好真的不要有了 这不要有 因为 因为你说 天顶打一扣 这样的感觉吗 我们家里能有时候怀孕的时候 是不是说墙上哪里都不能乱丁 对啊 你那都挖一个洞 那孩子以后 不只败 OK 尽量 我就是说尽量不要动 因为那个东西除了伤眼之外 也伤夫妻之间的感情 哦 对啊 就好像外面有在 所以他可以 他可以是一个客房啊 也都不行 不要形成一个主卧房 或是一个书房啊 什么之类的 很多人在顶楼搭玻璃屋 对啊 其实搭玻璃屋也不是很好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好 等于是你自己曝光在整个天空之下 被人家看光了 虽然是我们看不到谁在看我们 可是就是这个意思 我懂 但是因为常常会有不同的空间的 也许就是被看到了 隐秘性什么都没有 对啊 没有错啊 而且我们可能不觉得 他会把你的经济值慢慢的消耗掉 这个身体这个非常非常不好 所以不要以为那个是很浪漫的事情 对啊 卓博英本就是一件觉得很 很有氛围啊 然后你看啊 夜晚的时候点灯 然后弄个蜡烛啊 不是那种整个氛围 就是很罗曼蒂克的感觉 真的 真的不行 但是就是不行 因为这个跟我们的风水市场有很大的关系 对 大概在一二十年前 我们那个大门很习惯用所谓的子母门 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所谓的子母门就是一边大一边小 一边小啊 然后就是我们开大门这一边 这有个问题 因为它是你家的大门 大门应该是平衡的 从中间开 是 是 假设你那个是 假设你那个是 假设你那个是右边大 家里面就是老婆变强人 如果是左边大 就是男生变强人 可是乡下那种透天老师很多都是替门 我们旁边还有一个小的梯门啊 整个大门方向 那个没有问题 对啊 那个没有问题 大门 因为那个铁门进去还有另外的门嘛 对对对对 比如说进去还有铝门 它是平衡的 但是 因为为了方便 所以那个大铁门没有常常开开 铁卷门嘛 除了那个铁卷门 对对对对 那旁边也没问题 通常都会在设一个小门 那个没问题 那个是没有问题 我说的子母门就是说一边 这个是门的话 这边小这边大 那可是我们习惯开这个嘛 我懂你意思 有的像下门就是会开两边门 大门没有在开 现在很多老公园还是有这种门 还是会看到这门 包括公司也会有这种门 就是说如果你是右边大的话 你就这个屋子里面的 就会出铝枪的 男的就当属啦 但是你是左边的话 男的就属女子 男的就讲 女的就变成熟 所以住家不要有这种大小门 如果有的话 你想想看啦 如果你家里是有这个门的话 你想想看 有没有这个现象 是老公强了还是老婆强 而且对不对 自己的感情都不好 大小门就是会有导致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 这个问题会很多 可是再来呢 再来就是说 我们一般柜子 我们一般的柜子 有的时候当隔间用的时候 倒还OK 当隔 就我刚才讲的是套房 就是说套房进去的话 大概在两三公尺的地方 因为那时候要做隔间没问题 只要你这个 不管是橱柜 什么柜子 背面是靠着墙的时候 一定要紧贴墙壁 OK 如果你没有紧贴墙壁 我们从那个环境来讲 会不会容易吃到自出 拉不干净的东西 对 它就会形成一个 有时候会形成另外一个空间 是没错 因为那边阴暗潮湿 所以一定怎么样都要紧贴墙壁 OK 这个跟我们的神厨牌不一样 神厨牌后面大概留一公分 留一点点 对大概一公分 那这个一定要记得要紧贴墙壁 那不紧贴墙壁的话 如果你的运势好 气场强 够强的话 也没有问题 可是当你气势弱的时候 不过老师你讲柜子紧贴墙壁是对的 万一那个地震一咬 很容易就下来了 我也没跟你讲过 9万1的时候 我一个朋友是住在综合一栋30几层的大楼 太紧贴墙壁 可是9万1那个幅度实在太大 没有办法 他就是 上下左右都在咬 对啊 摇碗之后他第二天才做办家 因为你讲921的时候 我自己真的是经历过非常 全身当下的激荡 我就在府里 所以我那就是 很严重的地方 因为我妈两天找不到我 她有我被压死的 她一直哭 因为我们那个路是断掉的 路断了 路是隆起 然后在另外那个北山那边 不是用沼山吗 根本就是很难进的来啊 那个时候有人叫我去埔里找尸体 就是很多被掩埋的尸体 找不到在哪里 没错 没错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种能力的 我那时候就是我住的地方呢 是三楼变一楼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出去的时候是大马路 大马路 出去的时候是大马路 那大马路的时候就整排房子 就是哐哐哐哐这样倒下去 然后那边是真的蛮多死者的 对对对对 就是大家就想说 你知道他们家有什么人吗 有没有被划算 就是找 找说有几个没几个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那时候是真的还蛮恐怖的 那据你刚刚讲说这个 有没有移动的东西啊 这什么东西都蛮移动的 是是是是 对啊 没有啦因为我以前 就是说自己不晓得自己有这个能力 因为之前就是我一个同事 然后 三个月往生啊 可是就是花葬 可是因为花葬一个地方 大概放了二三四个 嗯 然后我们就去现场 你说他是公墓的花葬吗 对 这是阳明山的那个 对 那个沙帽山那边 台北公墓 就是花葬 花葬的地方大概有将近八瓶左右 可是八瓶因为他们都是一个 好像一个小管子还是什么放在里面 就是花葬跟树葬其实是一样 他们现在就是用一个玉米 做成的玉米 噢被鼓烂是吗 做成的那个罐子 然后 人活化之后 骨头之后再去打碎 磨成粉 对对对 装进那个罐子再涨下去 然后他那个因为他的外面那一层 是会跟土会结合的 噢对啊 我们就那时候 就是我们资料要报道 一看到同事就商量看他 可是 地方找到了 他到底在哪一个位置 没有 就是没有办法确定吧 没有办法确定正确的位置 对 一般是比较 除且你知道啊 你做很难买也知道 那时候我就 我就想说那我感觉小了 嗯 既然被我感觉到我不知道 他在哪里啊 在那个 在那个 就是一二十个不同的那个地方 就找到他嘛 对 那找到他的時候 我們一個同事在開玩笑的時候 說真的還假的 我說我挖一塊就知道了嘛 後來現在挖一塊就是 就是 對啊 反正很多東西也很玄啊 後來就是 我剛剛講過那個解挖一塊的時候 那時候我沒有去 因為我自己不曉得自己有這些能力可以解釋 要不然我聽說他們很多的現場挖去挖到磚礦 對 沒錯啊 又挖不到 又想我們只能在哪裡 因為埔里跟中療都非常的嚴重 所以這個可能後續 如果說老師有機會 我們其實可以去那個幾個地方拍拍照片去改 我覺得有一個像鞋 鞋 有一個屋子是 進去以後就是鞋了 還在嗎現在 還在 還在 其實我覺得我們如果真的有機會 也有經費 我就載老師去訪這個921的這些地方 其實我真的覺得很有趣 因為那裡的能量磁場的轉變非常的快 真的非常快 尤其是 後來我真的有去那個北山嘛 北山整個整個早山 你知道嗎 我是會有這種感覺啦 我不知道別人啦 就是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我就 啊 哪還這樣 其實你根本就站不住 就想要吐 這個就類似人一樣 人往生的當天喔 整個人的旁邊的大概就在1、2、4公尺之內的磁場也是亂的 就是說你整個空間的磁場是亂的 當然你熱度不夠的話 你可能就感覺不到 對啊 反正就是 這個也很有趣 因為我們 文老師一直在做這種能量的 我們在做這樣子的節目 其實我覺得 其實台灣很多這種 很有趣的 有能量 或是能量奇怪的地方 我們應該是可以請文老師 文老師常常這樣跑來跑去 應該是多拍一些照片 然後感應一些地方回來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對對對 最後補充一點喔 那有一個非常重要一點的 就是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石雕家 非常有名的石雕家 家裡面什麼都不多 石雕一大堆 石頭就對了 石雕嘛 對 各種不同的石雕 結果有一次我去他家 我說你家怎麼那麼冷啊 那麼冷啊 對啊 所以一直是這樣子啊 後來 一件事情證明就是說 我們的石頭本身就是冰冷的 而且石頭屬陰 陰 對 如果你們家裡有很多的石雕 東西 只要在石頭的下面 變成紅紫 拿一張紅紫 貼一張紅紫 就破了這個陰的東西 後來 我就把他們家大概將近有 喔 將近有七八十個 不同的石雕 全部用那個紅紫把它貼滿 貼滿以後 屋子就不冷 就這樣 很特別 真的很特別 所以在這裡啊 我們也跟觀眾朋友做個建議 如果你有收集這個雅食習慣的人 對 千萬要貼紅紫 對 就是貼個紅紫 像我 我後來有以那個風水的居家風水 文老師也有特別跟我講解一下 下一次的時候我可以拍一下給我們觀眾朋友看 怎樣為什麼不行 然後後來又轉著怎樣行 上次我們稍微有講過 所以我那邊放的任何水晶的東西 其實我下面都有放紅紫 這是對的 這是對的 因為老師有講說這樣子會比較好 所以但我真的有感覺到是的確有比較好一點 還有就是說像很多的年輕人喜歡買一些奇形怪狀的小玩偶 對 真的 也要貼紅紫 還是不要買 根本就不要買 根本就不要買 我想那個放在家裡面 那個時候很容易招到陰的東西 如果 你說玩偶嗎 很多奇形怪狀的玩偶 是 最好不要 奇形怪狀正常的OK 正常的OK 一看就是小魔鬼頭啦 什麼之類的 對 因為很年輕很喜歡 咕嚕斗什麼 全部都拿回來 我跟你講 你拿到屋子裡面 當你奶片不好睡覺的時候 就是那些東西復印的 就是有鬼 就是這樣 是 所以這個其實 居家 就住家的這個環境 盡量 保持鮮明明亮 對對對 然後不要擺設一些太奇怪的 東西 那個天空子沒有用 對就是太奇怪的東西盡量 就很多人都覺得奇怪 只有你覺得正常 那個東西我覺得大概就是奇怪 對啊 對啊我之前處理一個高雄一個case 一個學生 高中生 他就是打電動 打到最後碗面電動玩具 那個很奇奇怪的 之後就貼到他的電腦桌上 全部都拿回來了 結果 晚上不能睡覺 白天精神恍神 那他老爸就找我 然後我在電話裡面就叫 你兒子中邪了 後來我就一去看 就是才知道他打電動打過頭 打過頭 屋裡面牆上 全部貼著那些東西 我說這裡拿一次人出來 根本就是鬼術的 後來把它弄一弄清清 是啊 因為我覺得居家 很多東西能擺不能擺 或是你的擺設是如何 我們觀眾朋友 現在有蠻多人其實在線上看 那也沒關係 其實我都會蠻希望說 我們的觀眾朋友可以 可以拍一些你們居家的照片 或是附近的 或是說你會覺得特別那個地方很奇怪 其實你們都可以拍過來給我們 文老師每個禮拜 我們老師禮拜二 下午大概兩點多的時候 我們就會做直播 也可以跟觀眾朋友一起分享 對啊 或者是你覺得家裡有哪些地方怪怪的 或者是你睡覺不安穩 你覺得好像哪裡有點奇怪的話 或者是你想看家裡的一些大 就是這樣子的話 你都可以拍過來 歡迎你們就是拍照過來 那我們不會在節目說這個是哪個人的 比如說這個是文翔 我們不會 我們就是拍出來 這是觀眾朋友寄來的照片 我們可以跟觀眾朋友做個分析 大家可以來做一個探討 這樣子 那這本書真的非常的棒 謝謝謝謝 老師的這個 宇宙最強生命能量法 老師其實我都希望你可以再出第二本 可是現在那個書局真的是關太多了 所以如果你要儲儲要記得用那個電子版 或並且把它變成有聲書 這樣可能還有一些銷售力 對啊 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 對啊 現在頭也很大 那 未來呢 我希望呢 我們還可以帶來 給觀眾更精彩的節目 如果說我們能夠走出去外面 然後多拍攝一些影片回來 跟觀眾朋友分享 那當然是最好的 所以要能夠這樣也要希望我們觀眾朋友 跟我們多多支持 訂閱分享加按讚 謝謝你們 謝謝文老師 謝謝謝謝 謝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下個禮拜見 拜拜